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財政部張部長 部長 請 我也好 張部長您好 有關於跨境電子商務 在稅上面的問題 大概拜讀了貴部現在所提出來的一些方案 那貴部之前委託一些學者針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報告 我大概都拜讀完了 那接下來具體的問題請教一下部長說 針對目前不管是跨境貨品的銷售 還是老物的銷售 那每年透過我們現在租稅不完整 所導致的商品交易或者是勞務交易量以及產生的稅損 那個財政部這邊有沒有什麼樣子基本上的估計 稅損 報告委員 因為要完整的統計原來的母體才知道稅損 我們現在只能說加強查核 所以加強查核我們談過了 海關的部分補稅加法補了7億多 那內地稅的部分也在加強 那建築的部分也很多了 那個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稅制稅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林怡賢先生 在你們財政研究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的估計是說 那目前因為3千塊的這一個門檻 那設定低科稅門檻所造成地下金流的嚴重漏洞 估計一年高達數百億元 造成我國進口稅捐相關的稅損至少有數十億元之短少 針對他這樣子的估計你認為合不合理 當然這是他的估計啦 我們也委託他研究我們也尊重 但是是不是確實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你們既然委託了研究花了這個錢 我們跟委員報告我們是有自己內部的調查 像國內的稅籍清查大概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銷售額 對那所造成的稅損是多少 因為有99%都是使用統一發票的 那部分應該是沒有稅省 那沒有使用統一發票比較多 但是他講的稅省應該是跨境的老物 對我現在就在講的就是跨境的貨值商務 那個部分老實講我們掌握的比較少啦 OK好 因為這個東西你掌握多還是掌握少 對於現在狀況的掌握 直接會影響到你接下來希望規劃方式 規範的方式 兩者之間是不是可以去處理現在實務上面的問題 那我大概把你們在報告上面啦齁 就是你們今天所提出來的報告 跟你們之前所委託的有兩個比較長的研究報告 所提出來的建議相比 其實我發現說你們絕大多數他們建議的部分 你們事實上都沒有採 大家都還是要從長的記憶 那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更具體的來講 部長你們在報告的第四頁說 第四頁中長期措施啊 第二點的第一點啊 所現行國際對於國際電子商務銷售勞務科增營業稅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是逆向科稅 一個是由國外銷售業者與消費地辦理營業登記及報繳營業稅 我國現行採逆向科稅制度 由購買國外勞務的國外買售人自行繳納營業稅 上符合國際做法及消費地科稅原則 那我現在看了這段文字啊 我自己比較沒有辦法理解的啊 是說 因為OECD啊 他們針對前面的e-commerce 稅制上面的規範啊 跟接下來 在Base in Rojan and Profit Shifting 的Action Plan當中啊 具體的內容我大概看完了以後啊 發現 我們財政部所採取的觀點啊 似乎跟國際上面啊 大家認為比較好的 規範的方式啊 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個報告 你們前面在報告裡面也有影啊 那 所以我知道你們這個報告的存在 但是這個報告裡面啊 就有關於我們剛剛所講的 在 你們所講的那兩種方式 你們認為說我們現在採行的方式 是符合國際的標準 但是我看這個報告明明就寫啊說 就由消費者啊 自我評估 已經被證明為 是沒有效率 那而且 呃...在實際上面啊 非常有可能 沒有消費稅 會實際的被消費者付了 這個是你們所講的那一個方式 在OECD的報告裡面啊 所評估的 第一個沒有效率 第二個你也課不到稅 那OECD他所建議的方式啊 是什麼 他說 應該要求 境外的 提供者 在 消費地裡面 去做所謂的 稅集登記 在稅集登記的情況下面 然後 不是從買家來規範 而是從賣家那邊來規範 在磕稅的效率上面啊 你 不管是商品 你要賣進來 或是勞務你要賣進來 你如果 到了 那個起徵的水準以上 的Transaction 所有的交易當中 那你在他的境內 就要做有關於稅務的登記 甚至在裡面 要有稅務的代理人 所以在每一批 他們在銷售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的 把應該要繳的營業稅啊 給外加上去 然後最後由他的稅務代理人 把錢 全部 繳到稅務機關去 那 現在在國外當中 這樣子認為 在跨境電子商務 比較好的 處理去稅真的方法 在你們剛剛 我講的 你們所委託的 這些研究報告當中 大概都提出了 相同方向的建議 但是我在財政部的報告裡面 看到的卻是說 你們認為這個還是中長情措施啊 要慢慢研溢 現在開始做 實際上面的困難 可能是什麼 其實我們只是看到 亞這個國家也不一致的做法 韓國日本有做了 新加坡認為要審慎評估 新加坡也是這方面 很發達的國家了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國家的電子商務 這個是 trade off 兩難 你要限制的人 就怕電子商務的發展 受到影響 所以我想說我們 沒有啊 現在這不是限制言不言的問題 對於他們所在進行的transaction 我們根本沒有做什麼限制 或者是禁止啊 我們只是希望說 境外貨物跟勞務提供的廠商 跟國內的貨物跟勞務提供的廠商 他們彼此之間要形成一個公平競爭嘛 是沒有錯 要不然我 全部都涉及在境外的話 那我可以去免相關的賦稅 對於國內廠商的競爭來講 這顯然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那如果這樣的結構繼續的維持下去的話 你會造成什麼樣的誘因 你會造成的誘因是 現在在國內裡面 誠實繳稅的這些廠商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跑到境外去設嘛 他為什麼會傻傻的待在台灣當中 然後別人在那邊賣幾萬筆的交易 通通都不用繳稅 那我因為在境內 所以我要繳稅 所以這個跟電子商務說 你要促進它發展 或者是要限制它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完全是從國內外廠商 彼此之間競爭的公平性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還是不太了解說 以現實上面 不管是按照日韓 或者是我們看得更遠一點 我們看得更遠一點 去看歐盟相關的國家 OECD他們給的立法 具體上面的建議 成本效益的評估 都已經這麼清楚了 我們現在財政部 似乎還非常的猶豫說 把它列為中長期的措施 困難到底在哪裡 我想我們就 委員剛剛吳委員也有這樣的意見 我們是不是請付稅署 就快速的評估 然後就進入 看看要不要做這樣的要求 就國外的營業人來台灣設立登記 所以部長您跟我講說 快速的評估 就不會拖太久嘛 是是是 好那看你們什麼時候 有結果的時候再 好 那是不是可以再麻煩 有請一下金管會的主委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剩了時間 謝謝 嘿 王主委您好 我這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上次在會裡面 那天您應該是請假 但是你們副主委來 他答應我 說有關銀行在銷售衍生性金融商品 涉及到幫人家設立海外紙上公司 一條龍的服務 他答應我要調查 請問現在調查的進度如何 我們有檢查局已經去查了 然後現在的話 因為在 厘清那個查的那個資料 現在檢查局在分析當中 我們好像查了三家 對那個局長 是不是請局長跟您說明 他調查的狀況 報告委員 我們目前喔 就是查的那個 加數大概十家以內 那目前就是陸陸續續在 從銀行那邊收集到資料 那也在跟客戶那邊做一些查證 有沒有查到 我上次在資料裡面所示的 一條龍的服務情況 有個案有 有一些這樣 有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好那經管會打算接下來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會做一些 事法性的處理 我們現在正在釐清一些 就是說 相關的那個 就是說各方面的一個責任 這樣子 那個相關的調查報告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因為我可以跟經管會直接講 我上次質詢完了以後 我的辦公室接到更多的電話 都是一條龍服務的受害者 那裡面我也可以跟經管會講 更具體的 還有自然人 你們說複雜性衍生性的 那一些金融商品 不可以賣給自然人嗎 結果你知道銀行怎麼做 銀行幫自然人去海外設置 paper company 他是自然人喔 他沒有在做生意喔 他去幫他設置paper company 結果在海外的OBU 就完全符合你們本來在帳面上面那些規定 雖然那些報表全部都是假的 結果用這樣子的方式 迴避經管會 就自然人的部分 不可以去做衍生性複雜金融商品 的規範 那這樣子的整個practice 我很難相信啊 金管會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預告這個問題 啊我們下次再見面的時候 我會繼續請教那個主委 那不過請你們的調查報告 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可以提供給其他委員參考 好我們如果調查 我們會提供 那跟那個黃委員說 如果你們有相關的案例 其實可以現在轉到評議中心那邊 我們會協助來處理